我们要简报14页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刚刚是不是还有上传图片 上传文字 上传数据 对不对 还有使用他人的GPT 这个都是很好用的功能 那我们透过呢 简报的第17页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 对17页这个也是新的 不过大家不能用 但是很好用的工具 我们先到第18页 我们先以大家能够体验到的为主 您到18页这边 18页这个是一个试算表 好试算表 那我帮大家准备的这个试算表呢 其实这个内容也是透过AI生成的 好我们可以先打开来看一下 所以以前我们都很认真 也很勤劳的去学所谓的Excel 包括什么 怎么制作图表 然后怎么样做那个一些运算的函数 或统计的函数 对不对 那未来这一种需求还会在 可是呢 做的人可能就会转移到AI这边 也就是你不用精通那么多 可是呢 你要有概念 所以有概念就是知道你要什么 好那您看到我这边请他帮我做了大概1000多笔 用台湾的通路的名称 台湾比较常见的商品名称 分类名称来做一个销售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对话呢 我有放在这里 只是这个对话各位应该会看不到 因为呢 我们确保区目前他的对话 如果里面有包含像我们刚刚下载的 那个文件的档案 或是像这样有图表的 基本上是没办法直接共享出去的 所以我确保区呢 你可以分享出去的对话主要是纯文字的 所以这个就只好我看 你们看不到没关系 那您看哦 在这边 我给他的提示纸就在这里 我请他提供1000笔以上 包括这些栏位的内容 可是呢 还要请他用台湾地区真实的商品名称 通路名称 类别名称 生成一份Excel档案 所以我们刚刚是生成文件 对不对 就是Word档 好 但是你也可以请他生成Excel档案 那好的 我们就可以取得刚刚那一份的内容 好 那老师们呢 可以稍微看看这份内容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看起来应该都是还不错啦 至少都是台湾常见的这个名称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老师有没有注意到 有什么东西怪怪的 有没有发现到呢 面包的类别 怪怪的 对对对 太好了 老师很高兴 终于听到你的真实声音 开麦克风 非常好的示范 对 你看这个 类别 有没有 因为我没有特别交代 他一定要对好 所以你没有交代的 他也不见得会帮你做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 AI算好用 但是老师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只用AI的时候 一定要自行怎么样 判断资料是否正确 其实说真的 您今天不管在用哪一个AI的服务 那下面肯定会有这句话 有没有 可能AI可能会发生错误 请自行简合 因为你要发挥你人的价值好吗 要自己判断 你是最后签名盖章的那个 你要负全责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那既然有了资料 就可以请他分析了 那我们就来试看看 来你看这里 你可以打开一个新的 然后我们就在下面这边 把这个试算表传给他 好那当然如果你授权他从云端银铁存取也可以 那我就从电脑端 我就来找一下 好在这里 OK 丢给他 那我就请他帮我分析 因为他刚刚的日期里面 有今年跟去年的 所以我就请他 好 我来一下 请你帮我分析 今年销售最好的前十名商品 逗号 并使用 折线图 呈现 果然很大惨 好啦 看起来还是要打字一下 用 好 我用圆饼图好了啦 来 那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分析一下啰 所以你以后会发现 事实上分析这个动作 我们以后可能就不会用那么多 而是呢 你要告诉他 AI怎么做就好了 他就会帮你做好了 你看 有了 好 那您可以看到这里 看起来 中文字的呈现好像有点问题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就按上面这边 有没有 切换到互动式图表 那他会呈现像这样子 其实如果你是用一般像折线图 应该可以直接出来 因为我最近在用折线图的话 应该可以 好 然后请他改用好了 请改用 呃 直条图好了 直条图 来呈现 因为你只要切换回互动的那一边 其实 他就可以看得到 好 你看这里 切过去 哎呦 今天真的不行 哎 我之前测试这边都还可以 好 因为 如果 有的话 您就可以从这边 就可以直接 出来了 出来了 有没有 像这里 像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是不是就OK 就是 拿切换成互动的 当然他目前 是没有办法直接变成一个 Excel里面 砍进去 然后让你下载下来 他只能变图档 好 但是呢 这个 指日可待 对不对 好 他现在做不到 可是呢 可能没隔多久 哎 这个就 就可以做到了 好 你看像这样 有没有就呈现出来了 这样OK 所以 这样大家 有体验到 怎么上传附件的 好 所以 AI真的就是 像这样 当做助手 很方便 我们要的是什么 你要问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 心里面 脑袋里面 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那 所以说 现在 有了AI之后 我们更要动脑 哈哈 因为你不动脑 反而 很危险 AI真的有机会 取代你 哈哈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用AI要怎么样 要学会问问题 对不对 怎么问问题 现在比标准答案来的重要一点 OK 好 所以 这个呢 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Excel呢 在这个 试算表上面的一个 就是那个GPT 在Excel 试算表上的一个应用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让大家体验一下的 叫做 诶 那一个 我看我没有拿掉 好 那个我把它拿掉了 我怕今天时间不太够 所以我把那个拿掉了 就是那个 使用别人GPT的 那没关系 好 我想我们现在 时间差不多 现在两点半了 我们让老师们稍微起来 先动一动 待会呢 我们再介绍其他的内容 这样老师们 对 第一个阶段讲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 好 请说 请说 就是那个 有一些很多的应用啊 有些可能是中国那一边的 那他要你用那个 Google账号 登入才能使用 这个时候 因为你可能就会授权他一些权限 那可是他又那么好用 可是你又怕那个资安的问题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取舍 因为你又试了那么多平台 对不对 好 来我们 其实我们先撇开AI的部分 我们先从检印这个问题来 来讨论一下 老师应该就知道了 检印有没有很多老师要用 教育卷应该有不少啦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老师在推嘛 可是 毕竟检印也是对岸的啊 那我们必须讲了 他确实有他好用的地方 那可是 检印其实是大陆地区用的版本 那他现在也有推所谓的国际版 所以 我也必须 讲说 如果你真的要用对岸的东西 你至少就选择他是国际版的 通常来讲 他受到的 就是规范就会比较多 就是他要 因为要进军到国际的话 他要符合更 更多国家 可以使用的一个规范嘛 所以 相对来说 会好一点点啊 比如说以AI的 像今年下半年 可以说是 AI 生成影片的元年 因为去年 到今年上半年 要生成 影片的部分 其实是难度还蛮高的 虽然我们刚刚有看到SOLA 可是SOLA算是 一支独秀 跑在最前面啊 后面都在追赶 但是呢 在 最近这两个月 可能有些老师有注意到 对岸 有越来越多 生成影片的 AI服务出来 尤其像什么 可灵啊 有一个 可是那个 那个 可否的可 灵是那个 灵火的灵 他叫可令 那他就有推出 就是对岸的版本 跟所谓的国际版 所以如果老师真的想要用 我会建议就是 你可以用国际版 因为 对岸的AI实力 绝对不可轻忽 他真的是因为 美国对他做了这个 晶片的限制 不然他其实 很多领域早就超越美国 好 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 不可否认的 所以 如果说 他真的好用 那也确实 在 就是说 我们 老师测试过之后 觉得还可行的 那当然我觉得你使用没关系 可是我会尽量选择国际版 这样子 尽量不要让他是在所谓的简体环境下 或者甚至要用对岸的一些账号啦 那种方式去注册 相对来的好一点 这样大家可能对于 你在教学上 教学现场 去用这样的工具 意见会比较少一点 这个分享一下 好 请问这样 还没有其他老师 有想要提问的 好 可以吗 可以打 反正 AI的服务真的超多超多 您最近在网络上 应该也都看到好多老师分享很多的应用 那老师们其实先不用太过担心跟害怕 因为AI的服务 现在都是战国时代 所以其实有赚到权的非常少 现在大家都在探索 怎么样创新 怎么样应用 那后面呢 会慢慢的就是 就是会在开始在收敛一点 可是反正最近这几年绝对是大爆发了 那大家就尽量的用看看 因为有太多AI工具 我们重点不再用哪一个AI工具 跟我们用软体一样 我们的重点在什么 解决你的生活问题 解决你的工作问题 对不对 它能够解决 能够帮助到你 那就是好的工具 好 那你只要善用它 重点是善用工具 今天一个工具不够 我可以一加一 再加别的 来协助我们 所遇到的一个障碍 排除了这些障碍之后 老师可能会工作更有效率 可能生活更轻松 那才是我们所需要 AI带来的一个影响 好 那我们就先让大家起来 动一动休息一下啰 我来说